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回到遊戲頻道 那今天要為各位轉播的是觀眾投稿團戰1300分 那這次的投稿方是我們的香港玩家4P日本第一逃兵所投稿的是峽谷團戰3v3 那他的兩位隊友都是他真實的朋友 那我很開心有更多的觀眾朋友們 新的觀眾朋友們加入這個投稿的行李 然後分享自己的精彩對戰 那這個對局剛剛有說嘛 因為由於是新手場的關係團戰1300分 讓我們就盡量來看一下細微的部分 然後把觀眾可以改善的地方 我們稍微建議一下 然後打的好的地方我們也稱讚一下 那這張圖峽谷的關係不是一般的阿拉伯 也不是比如說比較常見的競技場 這也是為什麼我來選擇這一集的偶告之一 好 那我們的觀眾team是法蘭克 然後那家蒙古 外家又是一個伊索比亞 法蘭克跟伊索比亞就阿拉伯的 但是熱門文明之一 這個我就不說 那蒙古的話 在這張圖可以出來 因為中間有很多的斑馬可以 來打獵 然後食物 那前提是必須要搶到中間 前提是必須要搶到中間 大家看這個位置黃色投稿方 離中間是非常非常的遠 而且這個是團戰 不好上來吃 不好上來吃 有上來吃的話也要有軍隊cover 所以一開始不太可能直接就拉村民上來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我們的觀眾 日本逃兵這邊 會怎麼樣打這一盤 那對手是 外加瑪雅 內加法蘭克 外加拉斯拉夫 對手的陣容是兩個馬國 一個可能護兵國吧 然後一個封建國 雙方的陣容 稍微不一樣 內加 由於是蒙古的關係 農到後期大魔王 有蒙古突擊的話 就算還是我們觀眾 聽這邊的陣容 我可能會比較喜歡一點 當然以前中盤來說的話 可能蒙古需要農 然後沒有強力的 騎士 包含他也沒有遊俠 就看一下中間要怎麼打 好 那 由於是團戰1300分 天 新手的團戰局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配置 看一下配置 這邊已經做一個小圍了 然後組織在後面 然後這邊開末法 那這一張圖 離 DC近的四隻路 三隻路 是沒有的 在峽古這張圖是沒有的 所以 沒辦法直接打一個什麼 職場死為職場 都 食物量不夠 他估計等一下 報告方應該是要直接出 哎這個出去了 這個 這個是要走出去吃這個嗎 哎真的 呃 這個如果打到更上面去的分數 嗯 來這裡吃的話 很危險 因為 呃 大家都知道峽谷中間有很多的野生動物 那如果你有選蒙古的話 勢必是要來搶中間嗎 對吧 那對手 基本上對 這個地圖了解的話 就是會來打你中間 抓到你中間 在吃斑馬的過程就會來打你 那如果你像現在沒有軍事 包含可能 達到城堡 沒有沒有足夠的軍事 或者是遇到前期強的文明 這些村民應該都 要逃難 那現在上來我覺得ok啦 我覺得ok啦 就看等一下你們的配合怎麼 然後這個 這個是哦這個是隊友 好 那代表這邊有一個小縫 等一下 還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不要 讓敵人穿進來 他這樣子的打法的缺點是什麼呢 啊沒有軍營 等一下也沒有馬就 作為那家基本套路 沒有軍營沒有馬就 出兵會玩很多 木材可能會不夠 等木材量應該會不夠 然後就沒有辦法第一波上來 保護這些 昏迷 那假如對手是正常開局 比如說這個法蘭克 等一下一上來就抓到你在這邊的話 那又不好說了 需要隊友幫忙 你的隊友需要來幫忙 不過這幾隻斑馬都有 吃得很快啊 蒙古吃得很快啊 所以 假設反之蒙古這邊 有打到 堅守的話 這邊都沒有被抓到了 當然這邊 食物一直補一直補 甚至可以開到二馬就 都不是問題 再次這樣 蒙古可以開到二馬就 因為就是中間的這些斑馬 真的很多 然後用強軍士去壓對手 好 那現在補了 伐木場 基本上這邊是完全沒有人 在吃食物的養點準備吃 吃乾淨 也就是說 絕大多數的食物量都是來自於這邊 那需要保護這邊 或者是 把公司壓在假設是那一家 或是這邊的外家 然後 這邊瘋狂的吃斑馬 好像講到重複的話 是不是 這邊 射箭場 喔喔喔喔 馬就嚇到我了 嚇到我了 那等一下這個 木槍可能要 等一下喔 不知道 不知道這裡有沒有洞 這邊有洞 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好 好 那看起來目前 投稿方 這裡是沒什麼問題的 好一手臂啊 這邊 開圍 反正這邊 的大開圍 那這場的走向 我還是會以蒙古視角來看 蒙古視角 稍微快轉一下 這邊沒有任何的戰士 然後蒙古在這邊吃的很爽 沒有人來打他 哇 對手法蘭克也沒有馬 瑪雅小空在家 那這樣子 蒙古很開心啊 挺成寶 出去吃吃他的 那這樣子在這個分段 如果遇到 這個峽谷是當地走去的 蒙古是真的還蠻爽的 真的沒有人來騷擾 不知道對手知不知道 你在這邊吃很爽 然後呢 買了石頭 要直接接蒙古突擊 哇 很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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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古這邊 比較偏薄弱的時代 就這樣子過了 那城堡也算是他經濟薄弱的時候 還沒有經濟加成 可是這邊斑馬一直狂吃猛吃 欸我現在是在快轉喔 我這邊放慢一下好了 這邊給所有觀眾朋友們建議一下 就是如果你的分數是 或是實力是落於在團戰1300左右的觀眾朋友們 你遇到對手是蒙古 俠古地圖 你一定要去看他中間有沒有吃斑 像投稿方這樣子 亂吃猛吃 沒有人阻止他 等一下馬上就快速長大 臉上開射 這個蒙古突擊 那 兩個馬 我等一下要怎麼打蒙古突擊 我還說真的我不知道 同樣的實力的情況下 很難打 等一下蒙古會很爽 爽到不行的那一種 什麼兵都不用除了直接銜接到蒙古突擊 所以 這個文明為什麼每次都會被我講的 好像差異很大 蒙古你讓他熬到這樣子出關 一下子就出關 那當然他很舒服 可是為什麼 Viber會把它平成B級文明呢 整體來說 因為他的經濟很活弱 假設這張圖又沒有斑馬 沒讓他吃到斑馬 蒙古很難承信 所以這就是造就 到為什麼蒙古這文明 每個人的理解都不同 而且是差異非常大 差異非常大 我認為蒙古這很文明 大家理解都不一樣 沒有對跟錯 但是就是差異很大 好 那也沒關係啊 反正我也是蒙古的粉絲啊 我也是很愛玩蒙古的人 蒙古的優跟缺 我自己有自己的見解 那每個人有自己的見解 都很ok的 這個是沒有一定的 那這邊看起來剛剛 呃 好機有這裡的 法蘭克跟 斯拉夫一波交戰 然後這邊推了衝車 可是沒有 然後這邊打長槍兵 呃 長劍兵 阿這邊出直斧兵就繼續吸引打吧 喔斯拉夫還是要開農啊 斯拉夫開農 呃 要打馬爆也是可以 打工程器等一下出串燒 弩炮 加縮戳也是可以 不知道這邊怎麼打 沒關係 我們主軸看一下 好投稿房 他投稿房這邊一直開到4TC 然後斑馬吃到一個不行 他的對手內加法蘭克 現在被騷擾 這邊這一場的對局是EV1跟EV1跟這裡EV1 有點像是 涟漪耶 這是好像三對三涟漪 我的女人 你不能搶來 黃色 呃綠色就是 呃黃色來殺 黃色來狙擊 呃 什麼 呃 對 帶回家 呵呵呵 然後這邊紫色也是啊 紫色是藍色 這都沒有交集耶 我的我的 來這個綠色我的 來這個藍色我的 單挑舉耶 哇完全沒交集 嗯 那這也是3V3他好看的地方 你可以 哦哦哦哦 這邊走位一個 失誤 那這也是3V3好看的地方啊 就 作為內加的兩個人 你要去幫忙哪裡 或者是你要直接來打對手內加 走向很多 不會像4V4 也不會像2V2 就 3V3的場 我覺得也蠻好看的齁 那之前有線上賽事也是3V3對戰的 DL戰隊 那個好像是什麼世界盃還是什麼 我又忘記名字了 頻道早期有撲破 3V3 3V3 也不錯 很好看 好 這邊 反正直接吃進來 但是這邊轉拖拖 這個保派假設蓋不起來 然後這些蒙古突起 直接死光光 那這裡蒙古突起死光光的原因 絕大多數是因為這邊碰兵的食物 量已經少了4隻 那你沒辦法拉射的情況下 也沒有辦法跟這個主力 第二部隊會合 就很可惜 好至於說這邊的分數 團隊分數又有點掉下來了 那我現在需要幫投稿方看一下 你需不需要幫隊友 因為 隊友這邊被打進來的 然後這邊兩個前置城堡 可是指輔兵呢 指輔兵移動速度很慢 這兩個城堡在這邊 目前沒有打到任何東西 只有地圖控制 然後家裡要被豬跟掉 下一個很尷尬 兩個城堡在外面 可是家裡後面破洞了 自己的機友 這邊蒙古突起會來幫忙嗎 在這邊做騷擾也可以 最後面沒有防守 如果是這個局的話 如果你們有隊友溝通 我覺得蒙古突起先來幫著你 我覺得蒙古突起先來幫著你 原因 這邊也會做到很大的傷害啦 就是到處都是有破綻的 但是如果要打到正上面去的話 通常對手這裡都已經為好了 情況下 不太有機會讓你直接這樣 簡簡單單就打 那以保守的打法來說的話 來幫忙解決這一定是最好的 因為對手是步兵 然後加上有衝車 這些東西都是蒙古突起 很好解決的東西 那現在內加 我們投稿方一定點的地王 農得非常舒服 欸 104村 隊友兩個爆炸 然後 然後 這一個局 有一點像是 玩半年的玩家 帶兩個新加入的玩家 然後打一個 三場 然後 最首三個都是 兩個比他強 三個玩家 比這兩個強 可是比 投稿方 稍弱 感應 哇 法蘭克要被殺到獅子了耶 然後勉勉強強蓋住這個寶 這個寶可以啦 至少不至於滅國 好 瑪雅在前置 插寶 這個阻境 怎樣沒辦法挖了 然後 一手比亞轉戰矛 也是一樣的道理 雖然一手是攻兵很強 但是 痾 這樣假設的出戰矛 不至於滅國 走住 可以 到蒙古 那蒙古現在在哪裡呢 蒙古在這邊打法蘭克 那法蘭克 看起來很努力的要追趕這個蒙古獨棋 然後這邊的拉打 痾 我不確定 這個投稿方是受我影響還是什麼的啦 我很想 我很好奇 你玩蒙古的動 動機是什麼 因為據我所知 這個投稿方好像是默默在看我這個頻道 好像看很久 然後第一次才投稿這個蒙古片 是從以前就開始在玩世異帝國嗎 然後一直都在玩蒙古嗎 就是跟我一樣 以前小的時候就是喜歡蒙古到現在 還是什麼 因為這邊剛剛以團戰1300分的操作 那個蒙古那個拉打 我覺得不只1300分 你這個經濟量 我覺得 我覺得投稿方不只1300分 我開始有一點點 謊報 是不是否有謊報 自己實力其實沒有那麼強啊 1300而已 其實有1600分 分數不故意打上去 這個很明顯 這個很明顯 這邊補了很多馬就 這邊要轉大陸嗎 對吧 是吧 還是肥到直接出什麼 草原祭兵 應該不會齁 還是出駱駝喔 出駱駝啊 可以喔 不過 蒙古的缺點是沒有 三防 很軟 那雖然這個隊長 投稿方 很C 但是團隊分數 目前還是落後 川民術 也是落後的 所以看一下蒙古怎麼一打一打三了 這個我直接就標題說是一打三了 現在法蘭克剩22村 沒辦法出什麼兵了啦 然後這個寶等一下我不知道會不會被推掉 然後這裡是 瑪雅 啊 伊索 要插進來了 伊索感覺也要爆炸 伊索沒有石頭 怎麼抵抗能力都沒有這邊要直接翻家了 要直接翻家 好那這樣子精銳蒙古突擊這邊要怎麼打呢 這邊要直接先來灌法蘭克 好 那現在看得出來就是蒙古現在首要的任務就是趕快先推爆一家 先推爆一下 完全推爆一家然後變成一打二的局勢 那蒙古突擊再手 好打到大後期有資源應該沒有人處理得掉 沒人處理得掉 C的起來應該是C的起來 大家怎麼C都不知道 同時隊友也要扛著了 那其實這個圖喔如果真的很 還有那鍋魚的手術 其實這個路這個斑馬是可以繼續吃的 在這個時點還是可以繼續吃 這邊蒙古突擊亮起來了 然後轉大肉麻 咻咻咻咻 公車過來 再來法蘭克 法蘭克這文明對上蒙古 大蒙古 龍起來又特別有差距就是 法蘭克的 最強就是遊俠 可是遊俠很尷尬就是會怕馬 馬功遛著打 馬功遛著打 而且這個馬功不是一般馬功 是超級變態馬功 蒙古突擊 法蘭克 打到後期 單挑舉來說遇到蒙古還確實很難受 然後這邊直接被射穿 龍古突擊要進來了 這個石牆的意思有 但是這邊沒有鐵 這邊直接逛進來 爆炸 沒有任何一個城堡 村民有搬出去嗎 好像也沒有 好高了 直接關進來了 法蘭克好像要 G 這邊隊友 G 這邊隊友 有馬 唉唷 法蘭克這邊還有出馬 三山村出幾隻騎士 坐騷了 唉這邊不錯 拖炎拖炎拖炎 這邊只要讓黃色趕快C起來就可以了 但是 這邊 肉馬直接要進來 蒙古海路套餐 而且科技都有點 完蛋了 這個很明顯 這個分數 告訴我的分數 好像不是這樣 這個分數應該是隊友的分數 還什麼 不知道 這個對手呢 但是沒有關係 在新手場 大概能感覺到 為什麼蒙古這麼可怕了 誰叫大家要讓他肥 哪有人這般嘛 一路吃到底 很爽 難怪我以前早期說那個蒙古 不要亂嘗試 為什麼 你打單挑 你的野豬什麼會被拖啊 如果你 你最首是蒙古 是你玩蒙古的話 你要會拉野豬什麼的 那除此之外 我覺得會玩的蒙古很強啊 不會玩的就真的很爛 爛 說真的 因為蒙古經濟就 不得打獵一萬名加成 啊這場是 對手直接放給蒙古同 然後變成這樣 哇 都根 反克雞雞了 沒有 欸有沒有班村民欸 有嗎 有啦在這裡 好這邊 綠色已經移平了 毫無抵抗能力 這邊 呃 啊 這一個石牆 跟這個 是可以的喔 就是趕快拖延 拖延時間 拖延時間 保護 保護蒙古 保護蒙古 對這邊就保護蒙古 然後幫他拉石牆 因為蒙古 蒙古突擊很忙 高速比較多 幫忙黃色守住他的家 他的家沒有被打的話 這一場應該可以贏 那反之如果 發生什麼事情 好像現在也不會發生什麼事情 沒有遊俠 沒有什麼一波衝臉 呃 這邊的 Creek House 意識有 就是太晚了 有的話也沒有用 射爛掉了 TC底下直接開射 不過這個好像 就是沒有點到安息了 投稿方式沒點到 呃 這個 喔抓到喔 投稿方 日本第一逃兵 這邊給你的建議是 你的射箭廠沒有蓋阿 難怪我剛剛怎麼覺得好像怪怪的 喔這邊射箭廠沒有蓋 沒有點裡面的科技喔 這邊有點到 但是射箭廠忘記了 是不是 喔這邊忘記了 被射會痛 有安息人加減補一下那個防禦 還有拇指環好像也沒有 好我不確定黃色是知不知道 射箭廠要點還是太蠻忘的 哪一種我不知道 但是好像有迷猴對這個點 有差 一定要直接輾過去了 蒙古 最後的大魔王 最終的大魔王之一 你讓他吸起來 一打三 沒問題阿 處理不掉蒙古突擊阿 蒙古突擊阿 蒙古突擊這個襯頭 你得處理 亂亂殺了 亂亂殺了 這邊 但是藍色有一些抵抗能力 我覺得還不錯 那我覺得這邊 蒙古突擊 還是要控一下喔 因為這邊還是有攻擊部隊 而且自己沒有點防禦的問題 現在換大陸馬上來貼著 然後這邊這手開始在修修修修修修 這些資料 哇 這個是一個超級大爽片 所有新手玩家 新加入的玩家 都應該來看這一片嗎 蒙古的爽度 展露無遺 會不會因為這一集的播出 蒙古又開始冒出來超級多阿 有可能喔 這就是蒙古他的魅力處在阿 爲什麽已經被下修這麽多次了 還是那麽多人玩 跟我一樣阿 唉有時候我說什麽蒙古不要玩阿 那很爛阿 那有時候開開玩笑 你就聽聽就好了 當然你有心 要玩 要練蒙古當然是很好的 所以金瑞老鷹出來了 但是機器沒上台 又要被 車爛掉了 瑪雅知道他的老人沒有機器嗎 沒有黃金火 遇到 都算有機器啦 遇到這個海陸套餐 蒙古吧 好像也打不贏 但是這邊 對手藍色抵抗力 是有的 一直在抵抗 一直在抵抗 雖然他現在出什麽兵 我覺得都不重要了 出老鷹 出戰矛 出什麽都不重要了 都都打不住 打不動這個蒙古 蓋只能拖時間 蓋蓋城堡 裏布這邊裏布可以 這邊裏布已經掛炸了他 然後這裏 等一下這裏 我先不看 但是這裏的直補兵的主艦 是非常的 非常棒 還是一直拖著時間 紅色 紅色這邊是自己 還有想辦法 鋼著不要掛掉這樣 然後這邊是已經 免兵了 這邊已經一個停進槍槍 對手藍色29吋 然後這個城門直接射爛 留一圈給他 那目前 還是沒有發現自己是沒有黃金 呃 沒有點 點科技 然後這邊有城堡 那這邊 又要再想辦法 過一陣子再來推了嗎 這邊的老鷹很多 但是積極是 就是 七七點了嗎 還沒 這場我好像安安靜靜的看就好了 要給什麼 沒有建議可以給 安息的沒點到 母子還沒點到 然後這邊趕快推大衝車點 金冠 剩的資源給隊友 沒了 電影 沒了 這個資源給隊友 把金冠設計 沒了 結束了 紅骨這場誰擋得住啊 啊這裡守不住啊都根 哦隊友也被嘟掉了 哇 那這邊可以給的建議就是 趕快推衝車出來了 閃電比里車啊 快速推進快速推進 這邊允許出巨頭 又是直接改成出動車了 就是 不用出巨頭 趕快直接面 包含這邊也趕快可以聚集台出動車 直接推著你 他會直接沒有夾 然後就結束了 那也沒關係 用巨頭慢慢來 那等一下 就是要靠你的隊友 幫你保護你的側翼了 黃色家裡還是沒有被打到 紅頭到尾 沒有 紅頭到尾 超級大魔王 除非你這一盤裡面有什麼 土耳其 或什麼哥德爾 也是那種最終大魔王系列的人 之一 那你再來打大後期還是 覺得可以 哦不然 呃 我不清楚欸 會不會有新手 不論是蒙古 這個文明後期 大後期跟鬼一樣 真的現在 對手 沒有什麼陣容之類 龐克風 如果真要說的話 就是 斯拉夫 有投石車 重頭 砸到一大包 那 可是這個蒙古土 你打投石車又不換 假設有空兵的話 沒砸到 那也是GG 不然就是譬如說 康特蒙古族族族 譬如說 兇人的那個 打蠟韓基地 然後 哥德衛隊 然後 遠防很高的什麼之類 那再來是 哦哦 橙甲公兵 哦 越南 也沒有 那這邊大衝車進來了 那邊有肉麻在 Copper 等一下 不然應該沒辦法沒有 沒有問題 然後村民直接上來幫忙 然後 這邊是斯拉夫的健勇加幾兵 怎麼說呢 但這邊的團戰分數只有差600分 這邊的肉麻有在序 還沒有上 然後 這邊 已經 又都掉了 打掉了 不是都 然後這邊肉麻 幾隻把這個村民 打到一個不行 哇 變態肉麻 騷擾村民 打不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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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三個 強悍的軍隊 在肆虐這些 平民老百姓 好可憐 但樣子 紫色的兵 有引動起來 然後有 至少有兵在做防守 然後這邊 劍勇直接進來 亂殺 這邊搓搓 亂搓 然後這邊 法蘭克 欸我覺得法蘭克很 很優欸 這七村 想辦法擠出 擠出 儀式 這個精神 Respect 真的 很感動啊 沒有失去那個戰鬥意識 想辦法也要幫隊友扛著 這場很讚啊 隊友一直想辦法幫防射 如果沒有這個隊友搞不好已經到這裡 好這邊藍的掛了 打 打 打掉了 現在決戰 斯拉夫 然後這邊法蘭克 起始回聲 開始出戳戳 喔 不錯喔 你們這一盤會打很久嗎 這邊好像 紫色跟紅色 把最後一口氣 保護你的側翼 走住了 那現在只要專心推 先藍色就可以了 已經進來亂殺啦 真的是閃電戰術欸 哇你這一盤是成吉思汗欸 我標準已經想好了 宛如成吉思汗 呃 犧牲歐洲大陸 喔這還有一個南美 好 但沒關係 從蒙古這個地理位置 先推歐洲再推美洲 好像也是OK 哇啊他這邊沒空好 啊 不過沒關係 黃金好多欸 哇這邊輸了 但是這邊黃金很多 有差 哇你還是一個成吉思汗啊 原來這一盤是日本第一逃兵成吉思汗啊 可是成吉思汗 的部下 也很重要 保護著成吉思汗這些幹部門也很重要 特意守住了 家裡還是從頭到欸 都沒有被打 欸我現在有點好奇了 投稿方如果你遇到這個超級逆風局 如果是蒙古被打的話 有辦法這樣吸嗎 因為蒙古的缺點這一場 沒有被打出來 這一場蒙古的優勢 被完全放大 然後他的缺點沒有被打出來 所以我沒辦法講這一盤 這一盤就是一個成吉思汗 然後哇這邊會輸嗎 哇這邊今天有好多欸 對手這個斯拉夫 直接吃掉嗎 完蛋了被包住了 成吉思汗犧牲 可是 遇到這個西歐的斯拉夫 哇 哇 欸會宛如歷史一般嗎 蒙古西增 增到一個一半 最大版圖的時候開始 欸 摔落了 哇這邊看起來 哇 西歐的斯拉夫 防住第一波 蒙古的攻勢 高利寶 有蓋的意思 但是99.76 很尷尬 又很想笑 有沒有村民上來補 哇 有沒有村民上來幫忙一下 修一下啊 但是這個城堡看起來要掉了 哇 這個劍勇 扛住了 這個 這個寶在這邊 這是1.93 這邊 蒙古肉馬 對打 呃 長劍呃 這個劍勇 怎麼看都是會輸 但是 啊 現在要轉 轉那個啊 重裝啊 格子馬 蒙古格子馬 這邊就出蒙古族旗吧 蒙古族旗一樣大肉麻 穩穩的不要輸 還是可以贏的 不是吧 成吉斯漢 要被反推嗎 斯拉夫 好像在對面有點C欸 然後法蘭克要回來了嗎 哇哇哇 不會吧 這一場是贏還輸啊 資源很多啊 但是沒有跑貿易啊 那也沒關係 跑貿易也可以 好啦認真說的話一定要跑貿易啊 蒙古沒有黃金後期怎麼玩 剩大肉麻 不過這邊有很多黃金可以趕快再來吃一下 來這裡伐木 哦這個這個是什麼我不知道 這個是 這個有點像無間道了齁 臥底在那裡 假裝是對手 啊現在問題來了啊 現在對手的兵量非常多 質量不高 垃圾冰彈很多 至少有冰 那怎麼辦 哇峰迴路轉欸這一場 被推了 反推了 吸針針不過去 現在出好多的重裝格子嘛 完蛋了 失智了失智了 沒有說過可以 但是 蒙古要出到格子嗎 那是 這真的是不知道要怎麼打之後才會出到格子嗎 還是這邊的理念是把資源全部燃燒掉 然後 呃蒙古突擊加格子嗎 不用大漏嗎 哇 你這個是超級豪華版本 有錢到要出格子嗎 這樣 那這樣可以啊 這這樣子的話我可以理解了 你覺得你的坦不夠硬 啊 直接來用這個格子馬來當這個坦 吃這個戳馬 然後 後面又有這個 哇 蒙古可以爽成這樣 我已經 很久沒看到了 蒙古可以出這個格子馬當肉盾啊 這個已經不是什麼最終夢想了 不切實際了 這個已經是 夢裡面才會出來的東西 這個陣容是 對蒙古玩家來說 這個是 只有做夢才夢到這種重陣 不然通常你這個大漏盾頂 最頂最頂就是大漏馬 沒有在格子馬的 啊 那沒關係反正黃色很稀 啊很多黃金 這個時間點出格子馬也沒有不OK 但是就是一定要開始做貓易了 不然 等一下黃金會玩光光啊 啊玩光光我不知道會不會贏 啊 這邊要再蓋城堡 臥底有被發現嗎 沒有耶 沒有耶 還沒有耶 你們這邊在 很突兀啊 然後這邊 格子馬來給這個 阿福克 然後瑪雅很多的戰毛 對手的團隊分數已經上來了 反超 那又需要自己的機友趕快回來 把蘭克現在是帝王時代39村 伊索比亞是70村 然後是保時代還沒上來 貓易 呃 現在對手的整體的兵量 大家看一下 有215隻 對手好像村民沒有那麼多 可是他們有一直在升這個軍事 導致現在蒙古 好像有一點虧不進去了 真的是蒙古 哇 這裡 陳吉思汗怎麼辦 我直接撐陳吉思汗了 這一場 所以這是剛剛講的哦 可以建議投稿方的一點就是 大衝車大衝車大衝車 金冠金冠大衝車 趕快出來 而不是就趕快推一推的話 不會變這樣 那沒關係 應該對手 兵有了 可是隊友也來了 可是你們這邊都是馬列 會不會被戳爛掉啊 龍骨突擊現在量好像也沒有很多 戳爛掉欸 會戳爛掉欸 人家斯拉夫加法 人家斯拉夫加法 哇靠 現在的關鍵點在於 誰開始做貿易了 我覺得 他們黃金也有 可是等一下都要沒黃金 誰要做貿易先呢 看樣子這一場不會有貿易了 打到乾掉 然後這邊巨頭 再打這裡 然後這裡有黃金 哇 那這也是蒙古他強大的地方呢 就是你逆風的時候假設被反推 可是你只要還有蒙古武器在手上 對手就很難推進來 可以對還是很 沒有人可以出 除非等自己吃 除非自己吃 或是 一鎖等一下 喔不是一鎖啦 對手 瑪雅等一下要戰毛在後面幫忙 有戰毛啊 但是 沒有肉盾 質量不高 對手 加一巨頭在這邊 走著 這是第幾次西針啊 打這個 紫拉夫了 這一波應該可以了吧 穩穩的 這個 蒙古武器量很多 這個蒙古武器量很多 已經進入到一個靜音模式了 我們就安靜的看就可以了 那這個保掉了 然後再蒙古武器量 這邊臥底被抓到了 所以我真的很好奇 一件事 第一個 安息人跟拇指環 在射箭場裡面 應該是知道的 可是忘了點 還是不知道 如果不知道的話 就算是一個改善點 第二個 蒙古的金冠家 他大衝車 超級霹靂無敵 這個局是一定要出動 因為你是私利會贏 分數最高 你拿好多資源 其實要趕快退 那 我不確定是想要虐對手 應該沒有吧 穩穩的也是會贏 可是剛剛是很很經典 而且如果對手實力再上來一點點的話 我覺得 就不好說了 不好說 現在對手法蘭克 要reboon 回來家裡了 這邊瑪雅也是一直在農 然後自己的兩位隊友 也幫忙出了一些兵 那現在這裡我還是要講一下 就是 投稿吧 滿個觀眾 team 這邊打得非常好 大家的兵力直接在一起 一起推進的話 這邊 沒有人阻止得了這個陣容 然後家裡只要防守做好 哇這邊肉麻又好多 不要家裡沒有被打 然後把這個軍力 一直集中在這邊 一路揮過去 這場就結束了 沒有大宗車也沒有關係 沒有 甚至沒有這個巨頭也沒關係 軍力的這個火力 雙方差太多 現在對手 有黃金 可是沒做貿易 也沒有轉租一些 比較強力的兵種 頭石車 對主鐵技 劍勇 然後 法蘭克 格子馬 遊俠 都沒有 都沒有 沒有長寶 綠色 只有一個 這是為什麼對手會輸的原因 欸 法蘭克還在這邊亂殺欸 這個精神是可以的 然後這邊 拼了點 拼一下 這個斯拉夫要來殺人了 又要來殺人了 然後出個射箭塔 雖然我不說了 哇 這 大衝車 我發現好多人都不出衝車欸 怎麼辦 這邊 伊索比亞孤長劍兵很讚啊 呦 呦呦 這個轉兵非常讚 然後對手沒有放棄 那這個蒙古突襲必須跟著這些大洛馬 然後這個超市車 然後 這城堡 哇 還有格子馬 你比陳吉思汗還要強欸 我說真的 這一把如果是以歷史的真實世界來幹的話 這個資源量 這個 這個肥度 已經超越陳吉思汗 我標題又要再改了 超越陳吉思汗的男人 我們觀眾投稿版 黃色 肥到不行 沒有做貿易 我想這一張圖 百分之八十的黃金都給你吃掉了 好可怕 蒙古這文明好可怕 還好沒給他遊俠欸 蒙古有遊俠這一場 大家看看 嚇死了 好可怕 這邊一鎖也要帝王 而且一鎖現在村民術已經上來了 而且是蠻難走的 結束了 雞雞 看到這一對紫色出關 綠色已經躺不住了 看到對面有一個比陳吉思汗還猛的 太神了 我先看 我伯父盤 看經濟 黃金到底多少 三萬一千 這邊 其他人這兩個 沒錢 這邊 也沒什麼錢 哇 謝謝 好啦快速講一下黃色這邊的優點跟缺點 其他我又不說了 首先感謝 投稿方黃色日本第一逃兵的投稿 香港玩家 謝謝你關注我的頻道 然後這是你第一次的投稿 也很開心你使用蒙古是我愛用的文明 那先講比較需要改善的地方 第一個忘記點拇指環跟安心 好像應該是沒有點啦 然後第二個是 在你壓制住對手的時候 我覺得一定是要出金冠跟大衝車趕快把對手 念平 因為你的隊友是沒有肥 而且甚至是被都更的情況下 你的責任很重大 那既然你拿到蒙古這一把 你也成功肥到後面 需要你趕快把對手推掉 那這邊轉兵只是沒有問題 你的蒙古突擊加大陸馬是沒有問題 但是最終的這個 最後的武器工程器 沒有看到任何一隻 任何一台出來 就是 可能要再往上爬的話 這個是一定必須要有的 而作為蒙古這一方 然後 打的好地方就不說啦 很多啊 比如說你中間這次斑馬都有用到蒙古的優勢嘛 然後找找成型直接來把內加反克都掉 因為我有說嘛 內加馬國如果被都更要重新reboom是非常難的 因為他還要種田才有辦法出遊俠什麼的 這邊來選擇打綠色我覺得可以讓兩個外加去守 是可以的 然後再來打這個藍色 藍色 整體來說沒有什麼 太大的缺點 那優點也很多嘛 就是你的 軍事一直都很強 然後嘉義的經濟也很強 很早就已經出關到敵王了 好 好 我願稱為你為這個新手場的成吉思汗 但是蒙古這個文明 如果你喜歡打到後面 你應該會知道 慢慢會了解到他其實有 就是一些比較弱的地方 對比其他文明 慢慢感受 因為我覺得蒙古這個文明非常好玩 而是需要玩很多很多場 需要玩很多很多場 真的 好 再次感謝我們香港的觀眾朋友們 的精彩的團戰3v3的投稿 那這集的轉播就到這裡 希望大家會喜歡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